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穿越生死线,与你一同来发现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来探讨 我们长在网络上,或者是都市传说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灵异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真有其事 还是人为创作呢? 今天老师就拿现在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灵异照片 来跟各位一起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到什么呢? 之前,大概在十年前 很热门的一个叫做什么? 日本歪头姐 这个日本歪头姐当时在日本的杂志上 所找到了 那各位看看她的眼神 脸色 跟笑容 是不是有这么一丝的诡异呢? 旁边的人都是正常的表情 何故她却笑着这么样的阴神感呢? 那这个歪头姐她也登上了这十年来网络灵异照片的热搜 那以老师的观点看 那以老师的观点看 外头姐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老师从这个照片来看 事实上老师是感觉不到有什么特殊的灵异 那老师因为这张照片实在有点特色 所以说老师试着去搜寻一下他的由来 那老师也在其他的网站中 老师发现了 这张照片 原始的照片 到底是什么? 今天跟着陈老师我们看看 他的原始照片 这个就是歪头姐的原始照片啦 各位 你看这歪头姐她其实真的就是 现场的 一个来宾而已 那她也没有 这么阴森 那只是八卦杂志可能为了销量 所以是说把她特别的 特别的 PS过 或是在后置过 导致她看起来 非常的阴森 那今天老师跟各位刊物 日本歪头姐 其实 是人为的 那我们再下来看到 老师所找到的 第二个灵异照片 它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各位 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家庭 他们的庆生的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 祖宗三个小孩 十分开心 但是 从这框框框出来的地方 各位 你是否有看到一些端倪呢? 来老师帮你们把它放大一下 我们直接把它放大 各位 各位 你有看到了吗? 我们再放大一点 各位 各位 你是否在画面中 有看到一个小男孩呢? 那 以老师 的眼光来看 这个小男孩 到底 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其实 以老师的角度来看 这个小男孩 是真的 老师的角度来看 这个小男孩 应该 他就是真的了 那 这个故事 他其实是在一个 里面三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 小朋友 他们 原则上 他是在 旧家 就是有 之前有一个 六岁的 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安东尼 安东尼 他出去游玩的时候 不算 不胜摔死 也就是 这是他的故居 后来 才转交 转卖给了 这一户人家 那么 后来 英国 他们的 这个新的家庭 他们也请了 灵媒来看 那灵媒 也证实了 这个房子的 小男孩 灵魂 也住在他们的家里 那 唯一不同的就是 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 中华民族 亚洲地区 那 大部分的私有 会请老师 高僧 会去 超度他 但是 这样的小男孩 他在国外 可能就 比较难了 只能让他继续住在这里 像这种灵体 他其实 是知道自己 已经 已经 往生了 但是他眷恋的 这个房子 不愿意离开 所以是说 也就是我们 日本常常 称呼到的 第富灵 也就是他 不想 离开 这个地方 不想 离开 这个地方 在某种程度来看 他也非常的可怜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只能永久的 半永久性的 居住在这个房子内 我们希望他有一天 能够有这个机缘 能够往生其乐 再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下一张 是有一点比较 清楚的 应该不用特别标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也是发生在 比较早期的时候 老师把他放大 会怕的要注意哦 因为这个有点恐怖 这个有点恐怖 老师把他放大 这个也是一家四口 他在庆生时候 所拍到的照片 他就拍到照片 那 据他们的表示 旁边倒掉下来的人 并不出现在现场 那老师没办法以照相的 科学眼光去看 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合成的 但是 我以老师的专业去看 这张照片 灵动力是很强的 灵动精力是很强的 因为 他的 他还在处于在一个恐惧 跟混乱的状态之间 像这样的灵跟刚才的老师 我们所提到的 那个小男孩 比较不一样 像这个灵 他一直不断重复 他最恐惧的 最后一刻 他这个灵到底是怎么样往生的 其实 不清楚 因为 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因为他的 灵动力非常的混乱 他没有办法判断 他自己在干嘛 他只能 半永恒的状况 一直不断重复 他恐惧的事情 或许他正在被 被刑囚 或许他正在摔死 或是他被倒掉过来 这个 目前 尚 不可得知 因为老师有 试着去找他的资料 但是目前为止 老师还没有办法找到资料 如果您知道 这个照片的由来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告诉老师 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 他的故事是什么 但是以老师的这个 严重你来看 这个 这位众生 是一个 蛮真实的 以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他是蛮真实的 老师在讲下一张之前 老师必须要告诉各位 老师现在所po出来的 照片 尽量你不要截图 尽量你不要截图 各位请可以看到老师 我们的影片 影片的旁边 下面 这边 这个下面 会有个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老师背后这个是 十点炎王图 因为 我们在看灵异照片的时候 尽量的 都要避免 去跟图片里的灵体 产生的呼应 那老师身为老师 当然 自有老师修行的方法 可以 不会让这些灵体 对老师产生影响 各位观众 其实也 看老师影片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旁边 有六字大明咒来保护你 也是 OK 很平安的 但是你把它存在电脑里面 你再打开来看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了 老师身为 身为一个灵学的角度来看 并不建议各位 自己去收集 储存 这些灵异照片 因为任何灵异照片都有可能存在他的灵动 并不是很理想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 看起来这个依照里面的男主角 他的穿着 跟他的打扮 可能大概是十几年前的 老师并没有办法去 去很确切说他什么时候 那旁边这位灵体 看起来充满哀怨 显像度也很高 显像度也很高 那以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这张照片 是不是真的呢 以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这张照片 不是真的 以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这张照片可能是后制做出来的 应该不是所谓的灵异照片了 这张照片他并没有所谓的灵动 以及灵气 那 也不是跟现场的地理的气 也没有产生的呼应 所以说这张照片 在网络上也很多 但是 他就比较不是 真实的 虽然看起来很真 但是他并不是真 在这个时代里面 眼见 不一定能为平了 所以说我们人在三界之间 其实修行很重要 存好心做好事 他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 当我们有一天 每一个人无论你再伟大 你都有回去的一天 当那天到的时候 来接你的 是诸天扇神 还是 地痞流氓 这就取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的要件 好 我们看完照片之后 那我们来试试看看 影片 那老师今天 找出了三个影片 然后也在广播上广为流传 那老师今天 透过这个我们的节目 春月生死线的节目 来给各位探讨一下 这个 这个影片 内容 到底 是不是 真的 首先我们来看到 过去在西洋的节目 有一个电影叫做 一个奶爸 三个娃 里面就出现一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 画面 这个画面 根据剧组表示 并不存在于现场 这个画面 并不存在于现场 而是在后来播出之后 才发现 剧中 怎么会多了 一个人 那我们就来看下去 有没有看到 哦 我们快看到了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各位看到了没有 没看到我们再来一次 过头了 各位 是否有看到 在画面的左边 就有一位 小男生 站在那里 他面无表情 貌似 也没有穿衣服 然后是 安静的 躲在了 窗帘的后面 可以看到他 应该是穿了一件 长裤 然后就在后面 站着 那 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以老师的灵学 角度来看 这位众生 到底 是真的 还是 假的呢 以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影片中的 这个 小男孩 应该 是真的 以老师跟着 小男孩的 灵动的表示来看 这位 灵体 他 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 往生了 自己 不知道自己 往生了 而且 他有可能 是被 凶杀的 他应该是被 凶杀的 那因为这个 不可考 但是老师只能从 灵学的角度 来看他感应的状况 还有可能是 凶杀的 那他并不晓得 自己已经 往生了 这样子的灵体 他只是奇怪的 为什么 别人 看不见他 他只觉得 为什么 真奇怪 我一直在逃命 可是为什么 没有人看见我 没有人 可以帮忙我 那这样的灵体 比较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 待很久 他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几张照片的状况 比较不一样 因为由于他的惊恐 他会一直不断的换地方 不断的找藏身之处 希望 可以脱离这个恐惧 所以他会不断的 不断的去流窜 不断的不断的 去逃跑 试图找到了救赎 那 有一天 如果他能够逃到一个 教堂里面 你今天教堂正好在做弥撒 那这位众生 就可以 透过圣光的感召 他才有办法 往生 天国 这个影像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他是一个 蛮特殊的 你看 到了后面 他还是在的 他的 如果有感染有稍微看一下 他的头是会跟着 跟着他的 画面 去有在转的 这画面有在转的 我们把画速度放慢一点 来看看 哦 他的画面 其实是有在跟着 这个 主角 他们 在移动 因为他在观察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看到我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一篇 也是在网络上 我们比较有名的 一个MV 那这个MV呢 这个MV呢 就是 我们的无印良品 他在官方的 其实各位如果去YouTube 或是在其他地方 光亮品贯 他们的一个名叫掌星的 MV里面 就有了这一篇 好这一篇 那这是公开的 所以说 无论哪一篇 MV 掌星的MV 你们都会看到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 他到底出现了 什么东西 而 他到底 是不是 真的 来 他后面 各位有看到吗 然后 我们的左上方 有一位 有一位 貌似女性的众生 站在那个地方 而且 他还在 推着 那个窗户 然后 冷眼着 看着 门外 再看着他的窗外 好我们再看一次 好 各位 这 到底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巧合 还是 刚好里面有人 在开门呢 根据老师的 灵学 还有感应 这个 应该是真的 这个地方 老师有去查过 在后面 他是一个 旧监狱 当然 旧监狱的话 你将会传说中 这里面是不是 女性的囚犯 自杀 或者是往生在监狱里面呢 这个 不可考 这个 并不可考 但是 老师用这样子 用老师的灵学 灵动 来判断 这位 灵体 是确实存在于 我们画面之中那个房间 但是 他又跟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灵体 有一些不一样 怎么说不一样呢 这位灵体 他有 自我的意识 他也明白 他自己已经 往生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存在这里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地腹灵 他这位灵体 他没有办法 他不是不要 像我们第一张照片 那个小男童 他是不想离开他的家 因为小孩子会练家 然后会喜欢待在家里 但是这位灵体 不一样 他 以这个灵动来看 他 他 只能达到一定的范围 他一离开 他的磁场就会消失 那 他也会变成 再死一次的状况 那这个灵体 到底 会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解脱呢 除非 老师在这边讲 遇到这种特殊的地腹灵 只有请高僧来 做宴口 才能够把他 或者是做一些超度超把法会 才能够把他给度化掉 一定要高僧来去办这个法会 他才办法度化掉 否则如果这个地方 一旦拆除了 那他 很大的几率 也就会 魂飞魄散 没有办法 在流程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活动范围 只会限制在 这个区域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某某地方有鬼屋 为什么 这个鬼屋里面的灵体 只会在这个鬼屋出现 而不会到隔壁家去呢 为什么这个鬼屋 的附近 一样是正常生活 可是任何 任何有体质比较敏感的 靠近这个鬼屋 或进去这个鬼屋 就感到难受万分呢 就是因为 灵体它有不同的属性 这样子的灵体 他们没有办法离开 一旦离开 或拆除 那他们的 就不会再 留存在世界上 运气好的 可能会被其他鬼王收编 运气好的 运气不好的 就失去了 你磁场 就像一个 我们的电池 电池漏液了 破掉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用 他的能量 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所以说 鬼屋后还就做念 这个在我们福令里面有写到 老师 以后我们再介绍法术的时候 可以跟各位讲 那这个影片 我们这边来看 他是不是真的呢 真实的几率比较高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次 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 所看到的 灵异MV 各位有兴趣 当然你也可以上YouTube去看 但是 比较不建议的就是 特别把它截图下来 网络上看没有问题 但是建议不要把它截图下来留存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看看我们最后一个 灵异MV 这个灵异MV他的时间点很久以前 他这位MV的主唱 他也是现在当红的女星 那也就是我们的谁呢 就是我们Coco 李文 他在早期的作品之中 有一首叫玫瑰圆的MV 他里面就出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来 那今天我们的穿越生死线 我们再给各位看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 来 老师来调给你 各位有看到吗 哎 出现了 来 他比较快 我们再重新看一遍 哦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慢速度 再次的看一下 就在这个画面 啊 我不晓得各位看到了什么呢 是不是像有一个人这样飘过去呢 哦 再来看一次关键的关键的时间 从这边开始 这个是过场 的这边才是真才是到主题 哦 开始了 大家看到了什么吗 哦 我们是不是像看到有一个人这样飘过去的样子呢 哦 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我们把它定格一下 以这种状况来看 老师怎么看这件这个MV到底是过场的转场的效果 也就是这个MV它有很多转场效果 晃来晃去的 哦 它到底是属于转场效果 还是它就是我们的 众生好朋友呢 易老师的灵学角度来看 这位 是属于 很古老的 很古老的 早期的 灵界朋友 他不但 已经知道自己往生了 而且 他还能够行动自如 也就是像这样的众生 他能够自由的 依照自己的意志 在人人在人世间的漫游 那有些人会觉得奇怪 老师为什么 人死了之后不是都要 都要去 会去受审判吗 这个在我们的下一集节目中 我们可以来谈谈 人往生之后 他的流程 但是像这个灵体 他夺避了 这个归暗的 状态 流连在这个世间 而且有了自己的行动能力 像这样的灵体 因为他是很古早的 像是至少都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以上的灵体 他才能够 如此 有自然 自己行为的能力 以及自己的思考能力 那像这样的灵体 他对人有没有影响呢 理论上 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之后 他就不会去特别的 惹麻烦 但是因为他是 古早时的灵体 所以他对了 现代的 东西都会感到新鲜 有兴趣 所以是说 他们会特别喜欢 到一些比如说 拍片场 剧组 那个地方去逗留 为什么特别选剧组呢 因为 在拍戏的时候 讲的就是人生的故事 无论古装或现代剧 我们的影片 剧组都是在演 人世间的故事 那 人世间的故事有喜怒哀乐 有悲欢离合 他们就喜欢 再回味一下 他们之前在这世间的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所以是说在剧组方面 遇到好兄弟的机会 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来得高 那像这样的众生 好像这样的 灵界众生 他们也是为了一个新鲜 他们会 试图的 开个小玩笑 开个小玩笑 就跟刚才 我们的掌心里面那一片 比较不一样 他会试图开个小玩笑 晃过去 让自己粉末登场一下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恶意的 没有恶意的 那各位 你怎么看 他到底 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以老师立场看 比较真 好 那这一天我们的穿越生死线 我们的穿越生死线的节目 为各位介绍到了 灵异照片 网络上的 所知道的灵异照片 以及大家风传比较多的灵异MV 有真的 有假的 但是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在做 天在看 善恶到头 终有报 我们必须 时时的敌力自己 要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这样才能够到我们生命到了一天 到了尽头的时候 我们能够坦荡的 在阎王爷面前 可以 获得 我们超生 往生极力的权力 也不用 像这些众生一样 有些 必须 流连在这个世间 不断徘徊 我是陈老师 穿越生死线 我们下次见 请记得 订阅 老师的频道 按个喜欢 多多分享 给老师一个鼓励 我是陈老师 再见